新闻第一线 资讯全方位 欢迎来到东方日报 据央视新闻网客户端消息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县长达尼·埃拉·莱文卡瓦 当地事件7月3日表示 大陆坍塌事故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24人 总有124人下落不明 美媒报道称 除了事故发生最初几个小时 没有人成功获救 眼下 由于热带风暴爱尔沙 周一将抵达佛罗里达州南部 迈阿密地区坍塌公寓搜救幸存者和遇难者遗体的工作周六已经暂停 建筑仍处立的残余部分最迟将于当地时间周日被拆除 当地时间7月3日 迈阿密戴德县县长卡瓦表示 还没有关于拆除的具体时间 但他说 拆除的必要准备工作会使现场不安全 包括在大楼不稳定的柱子内钻孔 我们无法继续进行搜救 我们正在尽快行动 也不需要疏散任何附近建筑的居民 希望能在风暴来宁前安全地实施拆除 阿瓦称 失联者家属已被告知这一决定 他们表示理解 不过 美媒报道称 也有失踪人员亲属 在听闻搜救工作暂停的消息后 表示不可接受 认为这是毁灭性的 事发大厦所在的瑟夫赛德镇镇长查尔斯·伯克特透露称 拆除工作最早可待当地时间7月4日进行 伯克特说 我们担心的是 飓风可能会把该建筑往错误的方向吹倒 但在遇难者所在的那堆废墟上 伯克特所提及的飓风即为爱尔沙 目前已降级为热带风暴 当地消防官员表示 将使用炸药以有控制的方式 拆除该建筑残存部分 公寓城报收周六重则现场调研 以便制定计划 弗罗里达州州长德塞蒂斯也表示 预计在JED风暴爱尔沙袭击该州之前 建筑仍然处理的部分将被拆除 当被问及可能的拆除计划时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他还没有得到相关情况的简报 瑟夫赛德地方官员表示 相比原计划 拆除的时间被提前了 很明显这座建筑是个问题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拆除它 此前 省民担心大楼残存部分的不稳定会带来危险 这已阻止了现场的搜救工作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栋有着40年历史的建筑发生局部坍塌 目前 相关调查还没有结果 2018年的一份工程报告发现了大楼的结构缺陷 这些缺陷现在成为包括大陪审团调查在内的调查焦点 与此同时 当地官员表示 在工程师发现了严重的混凝土结构和电气问题后 位于北阿密海滩的另一栋建筑 克雷斯尤维特大厦的所有居民周五被告知立即撤离 该大厦的经理亚塞索瑞说 要求居民撤离绝对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这是在这种时候应该做得正确的事 现在还不确定风暴之后会发生什么 因为担心即将到来的这带风暴 爱尔沙可能会吹到大楼未倒塌的部分 佛罗里达州当局制定了加快拆除公寓楼残余部分的计划 当地时间7月30晚的新闻发布会上 麦阿密黛的县县长莱文卡瓦表示 专家们目前正在现场检查建筑结构 并已经签署合同 将尽快地拆除事发的上普兰大厦南部的残存部分 莱文卡瓦说 为便于我们能对拆除工作进行指挥 我们十分希望能在风暴来临前 安全地实施拆除 此次拆除将保护并保存证据 同时允许最大限度的搜救活动继续进行 莱文卡瓦表示 为进行拆除准备 包括在大楼不稳定的柱子内钻孔 搜救工作已于当地时间3至下午4点暂停 报道称 该建筑物的残存部分被拆除后 搜救工作就可以继续 莱文卡瓦表示 我们正尽可能地加快速度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表示 一旦最终方案就位 这栋建筑将在36小时内被拆除 上普兰大厦所在瑟夫塞德镇的镇长查尔斯·伯克特说 拆除工作最早可在当地时间7月4日进行 伯克特说 我们担心的是 飓风可能会把该建筑往错误的方向吹倒 加在遇难者所在的那堆废墟上 伯克特所提起的飓风即为阿尔沙 目前已降级为热带风暴 为防备艾尔沙 莱文卡瓦三日上午签署了一份当地进驻紧急状态的决定 他表示 出于谨慎考虑 我们正在确保能动员全线所需的一切力量 为可能造成的任何影响做好准备 据报道 长期的轨迹预报显示 艾尔沙将在6日上午以热带风暴的形式 向佛罗里达州方向移动 但一些模型则预测 艾尔沙将进驻墨西哥湾或北向朝着大西洋沿岸方向移动 当地时间7月2日晚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黛的县县长卡瓦表示 瑟夫赛达镇的住宅楼局部坍塌事故 总运难人数已上升至22人 仍有126人失踪 当地官员早些时候表示 出于安全因素 正考虑拆除南楼剩下的部分 卡瓦2日表示 当天救援人员在坍塌大楼废墟中 又发现两名受害者遗体 加上1日晚在废墟中发现的两名受害者遗体 该事故累积已造成22人死亡 1日晚发现的两名受害者 其中一名是麦阿密市一名消防员的女儿 年仅7岁 卡瓦说 自事故发生以来的每一个夜晚 对每个人特别是受影响的家庭来说 都极其艰难 但一日晚更是如此 对我们的救援人员来说更加悲伤 卡瓦1日晚表示 随着搜救任务继续进行 当地官员正在考虑拆除倒塌建筑南楼剩余的部分 由于担忧大楼树立的部分有随时坍塌的风险 因此搜救工作于当地时间1日凌晨2点暂停 随后在下午5点左右恢复 卡瓦表示 工程师们正在评估南楼剩余部分的安全问题 工程师们正在对现场进行持续的测试和评估 以便在安全的情况下将搜救范围扩大到更多区域 卡瓦说 技术专家正极其谨慎和有条部门的评估可能的拆除决定 并考虑到可能会对现有废墟产生的影响 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结构专家斯科特纳奇曼表示 他们正在做相关技术评估 并将尽快把结果递交给政府官员 可能会在几周后才能进行拆除 福州消防局局长吉米·普罗诺斯称 拆除工作可能会比我们预期的要快 他说由于救援队带来的沉重的设备 对仍树里的楼体产生了潜在的威胁 而台风对我国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 在我国沿海地区的人们一定受到台风影响的经历 在太平洋另一边的美国也经常遭到龙卷风的袭击 级别稍高一点的台风会给人们造成财产损失 甚至生命危险 而龙卷风也不例外 它能够直接将居民的房屋给卷走 那么这两种破坏性大的自然灾害 哪一种的威力更大呢 从破坏力上来看 可能台风会略胜一筹 因为从台风发生的范围大小来看 龙卷风就比不上台风 从已经发生过的台风来看 一般的台风影响范围达到两三千公里 影响的面积达到几十万平方公里 而且台风不仅仅是刮风 还会伴随着暴风雨 雷鸣电闪等自然现象 因此台风带来的自然灾害不只是风灾 还可能是雨灾 洪灾或者雷击灾害 而一般情况下龙卷风只有狂风 有时也会下雨和出现雷电现象 但是它的规模远比不上台风 龙卷风比台风强是它的风速 根据气象专家介绍 龙卷风能够在瞬间产生极大的风力 而且它的风速远远比台风要快得多 由于龙卷风的中心气压非常低 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可能低到200% 因此它能够产生瞬间达到100多米每秒的风速 根据记载甚至有达到200米以上每秒的风速 而台风的中心气压一般在800%以上 因此它的风速远远比龙卷风较低 和台风不同的是龙卷风的影响范围小 所以一般情况下造成的伤害不会比台风大 一说到龙卷风 许多人都会想到美国 的确 美国境内每年会发生1000多次龙卷风事件 人们从很远的地方能够看到一条长长的物体 连接着天空和大地 这就是龙卷风了 而我国也是台风发生次数较多的国家之一 台风一般在沿海城市登陆 以上仅是网络观点 不代表小编个人立场 对此您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留言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订阅 都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明镜与点点栏目